港府在1971年10月13日通過項人民入境修訂法案 法案中增加了華籍居民這項 規定在本港連續居留7年的華人不再被視為移民 有權在本港居留,並且可以隨時自由出入本港 這項法例使華籍居民的權利得到保障 只有犯了嚴重罪案,被法庭下令遞駕出境 或者是危害本港內部安全的人才會喪失在本港居留的權利 1978年今日,港府公佈一項接受存款公司修訂法案 加強管制財務公司 法例規定財務公司每個月要向當局情報資產負債表 和各項業務統計資料 為例的每個一天就罰款2000元 如果虛報資料就判罰2萬元和監禁兩年 修訂法案有規定財務公司必須遵守 由財政司決定的流動資產和存款最低比率 根據當時的法例,如果違反規定 每天罰款2000元,而財務公司每年的登記費 就由1萬元加到3萬元作為微補擴大監禮制度的經費 長沙環道和風雪街交界的地下鐵路地盤 在1980年今日,由於一個電箱突然爆炸引起大火 一個助理消防區長殉職,另外有10個人受傷 大火是在離地面30米深的加壓隧道裏面發生 灌救工作很困難 助理消防區長梁兆基帶6個人進入隧道觀察火勢 他不小心掉落一個深坑受傷,救起之後雙重不治 這種長命火燒了40多小時才熄滅 2009年今日,諾貝爾物理學長得主高坤和他的太太 透過他曾經做校長的中文大學發表公開信 說這次獲獎是全球華人的光榮喜悅 高坤對這個意想不到的諾貝爾獎深感興奮 信中提到,高坤患有老人痴呆症 雖然記憶力衰退越來越嚴重 但是平日就仍然打網球和做運動 得獎以來不斷接受傳媒訪問 現在兩夫婦最希望的是可以重過平靜的生活 而信中最後的一段內容值得深思 你們都應該知道,高坤是光纖之父 也正是光纖令到那些真偽莫辯良友不齊的資訊 得以充斥在互聯網上,不分診域無遠分界 高坤這麼說,相信是想提醒全世界 正在努力進行科研的學者 一項科技發明,是好事或是壞事 是視乎人如何去利用